湖南骗宝甲死门妻子债务成迷,用光养价30万仍不断借钱,2018年10月14日上午11时45分,娶在飘摇的秋雨中戴某花,及其两个孩子正式下葬,关木棚放着两架玩具飞机,玩具飞机是戴某花的丈夫合为,化名买的这,或许是她对孩子最后的一点弥补。 10月10日中午,1227戴某花,携一双子女离开,并在朋友圈留下签字决笔信,说好一起变老子能舍得你,何为单独离去呢? 次日上午105时左右母子三人遗体,在郎堂镇潭家村和大龙村交界处一处水塘中备,打捞上岸10月12日,何为自首警方通报称, 其一逃避债务伪造坠河现场,以假死方式来骗取百万保险金,何为与戴某花照片家属公图,我真的没想到,我老婆会带着两个孩子,为了我那个假象却殉情,在媒体公布的何为自首,前的录音中何某嘶哑着说道,何为与戴某花的一双儿女。 据何为的朋友谢先生,透露何为得知妻儿巨王的消息后,情绪崩溃,一度想到陪妻儿而去,但考虑到,自己如果离开会带给家人更多伤害,最后选择自首,为犯下的错承担责任。 10月12日中午何为,在当地自媒体的镜头前拍下了一段忏悔视频,谢先生趁何为想以此求得,但何两家的原谅,让他见老婆孩子最后一面把孩子身前醉喜,爱的玩具飞机送给他们。 12日下午何为被带走拘留,之后何为家人在警方处拿回了两架玩具飞机最大的食言,即使丈夫不在了,也会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老天我祈求你,快点让我老公平安回来。 9月26日戴某花在朋友圈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她31岁生日,戴某花发朋友圈寻夫9月18日晚10点半左右戴某花接到了何为的视频通话。 据戴某花的唐妹戴心燕讲唐姐生前告诉他们,那晚丈夫说了很多,让她奇怪的话,有些事情需要男人去承担,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两个宝贝。 戴某花为丈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丈夫回答她没事,你想多了,之后戴某花,便再也联系不上丈夫次日一早。 戴某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何为的大哥何君化名告诉红青新闻,家人得知后立即开始搜寻,当时戴某花在新化县城,当天一早她去报的警,戴心燕告诉红青新闻,监控显示9月16日早上何为驾驶自己的车辆出去9月18日晚上8点, 多看到何为从新化一桥经过,驾驶的确实一辆白色奇亚,巨星惊报,我们视频报道该辆白色奇亚,为当地一家租车行所有,租车行负责人刘仁伟介绍。 9月16日下午三四点钟,何为,到店里租车9月19日租车行,联系何为租车还是序,租贷再也没联系上9月23日。 1800戴某花在朋友圈发布寻人启示,据何为多位同学好友透露何为失踪后戴某花,曾登陆上何为的微信,请求帮助寻人9月24日,戴某花,联系到租车行留人委告诉他,行车轨迹显示车子最后在新化道游戏中间。 24日中午何军与母亲一起接戴某花,和孩子回老家过中秋节,也是怕他一个人出什么事情。 9月30日,何军接到戴某花电话说车子找到了,据肖乡城报报道,警方通过GPS定位,找到了具体位置。 何军告诉红星新闻,车子被发现在桃家镇城平村资江河段中和深十八米坠落点是一处陡坡, 当日打捞出了钱保险杠之后,几日车辆被打捞上岸单位找到人,小船打捞处就是何为驾驶车辆掉下的地方。 10月8日,谢先生接到戴某花电话,谢先生趁戴某花说,自己在9月23日,收到一份来自贵州的快递,快递壳子里面还有一份快递里面的快递显示是新化寄到贵州的。 快递的东西是一份保单,投保人是何为,唯一受益人是他自己,当时他让我分析下何为,是不是已经做了傻事。 谢先生趁,当时自己只能宽慰,不过他最后告诉我丈夫人很好即使他不在了自己,也会坚强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然而,就在两天后戴某花带着两个孩子投胡自杀,追随爱的人而离开这个世界最痛的忏悔,害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假死是一个愚蠢而自私的决定,何为是在10月10日下午,三四点看到妻子的绝笔信的,当时我都懵了。 在我们视频,公布的何为自首,前讲述录音中何为说道,当时自己以为妻子只是逼着自己回来。 录音中何为趁9月19日自己假装失踪后开车到了贵州,我害怕很纠结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特别是我老婆,老婆失踪之后更加不敢跟家里人。 说了,何为说10月11日凌晨2点,他开车回到了新化,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10日晚上10点半左右,曾在戴某花自杀地点一次看到了何为。 当时一个穿着卫衣,戴着帽子的男子在旁边好像搜寻着什么,我们问他,是不是何为他应了一生。 然后走了11月上午,105时戴某花母子三人遗体,被打捞上岸。 据郎唐镇镇政府通报,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三名死者均排除机械性暴力损伤致死,符合生前溺水死亡。 戴某花及子女遗体打捞现场多位目击者包括和戴双方家属,趁戴某花遗体双臂成环抱姿态两孩子,背部条绑住口鼻皆被泥封住。 附近一家养殖场老板告诉红星新闻,戴某花所跳入的水塘水深不足。 1.5年谢先生称,得知戴某花期而聚,王的消息很悲很崩溃。 12日凌晨145,他给何为发了一条消息,不管他是不是死了我,都想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失踪。 得知儿媳带孙子孙女跳堂后,何为父亲晕倒过去,没想到在12号上午何为,却回复了语音消息。 趁自己在怀话回廊堂的路上在语音消息,中何为语气中十分悲伤,都怪我一时糊涂把我老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仔都害死,那我现在真的很想去死。 但是我又担心,我的父母家人会承受不了。 何为告诉谢先生说,自己非常想见老婆孩子最后一面,还带了孩子生前最爱的两架玩具飞机, 想在造礼上送给他们但那话双方家属都很激动,他贸然回去场面难以收拾。 谢先生趁自己当时联系了当地一家自媒体,如果他公开澄清一些谣言,或许会取得家属原谅给他一个机会回去。 我当时真的很想揍他但见到他时,我哭了谢先生说,何为穿了老婆买给他的新衣服,眼睛通红六神无主,声音很嘶哑之后,两位自媒体工作人员,带着何为拍摄了忏悔视频并进行了采访。 视频中何为身着西装跪在地上隐约可见,有部分头发已是银白,何为忏悔视频截图何为,对当地自媒体表示为了躲债才假死,被逼债逼得太急。 孩子也要治病家,里面也给了很大压力实感,没办法了他说现在的主要原因是女儿生病,还车带以及家庭开支,绝对不是因为赌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又不抽烟又不打牌的,我又不赌博,何为,趁女儿患严重,性癫痫病一年多住院三次,每次都抽得特别厉害。 比较权威的专家,都让我们放弃做家长的怎么舍得呢?他说假死是一个愚蠢而自私的决定,曾经的心愿,为患癫痫的女儿筹款奔波,愿无而永不踏此门。 2013年,29岁的何为,精美人介绍,认识了团结山村,26岁的戴某花,并与之成婚在旁人,眼里他们如胶似漆,十分恩爱戴心宴讲堂姐身是凄苦,从小无父无母,所以他遇到何为就感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依靠。 何为的母亲告诉红星新闻,何为他怕老婆每次惹老婆生气求着告扰,何为母亲一个人坐在家门口,2014年3月大儿子出生,2015年10月小女儿出生,之后两人搬到新化县城租住。 据和军奖弟弟贷款买了一辆吉利地豪跑四家车,戴某花一直没工作在家照顾孩子虽然收入不高,但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家四口,却很温馨幸福戴某花,的朋友圈经常晒出一家四口出去游玩,逛超市的照片何为的多位好友告诉记者,何为经常在同学群,车友群里晒老婆,炫娃,朋友圈晒出的一家四, 口合照不幸的转折点,是在2017年,他们的小女儿患上了癫痫,红纤新闻获得的一份何为发起的轻松愁链接,显示他们的小女儿嘴唇发自四肢抽搐,初次发作一天抽搐,13次6月23日,被连夜送往湖南省儿童医院急救。 据湖南省儿童医院6月29日,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小女儿被诊断患有癫痫,自身免疫性脑炎,电解质紊乱。 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发起轻松愁后,许多亲朋好友都为其捐款链接显示,目标金额7万元最终筹的37,435元获得帮助810次合围的多位同学告诉红星新闻, 合围平时很乐于助人,大家知道后,都想帮助他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李明称,合围小女儿共住院,三次历时一年,三个月,2017年6月29日合围小女儿呼吸道感染引起肝发烧住院,抽搐比较厉害, 一天抽8次到11次第二次是2018年1月份最后一次是2018年8月23日入院,29号出院分别花费2.1万、1.3万和3千孩子,目前2岁11个月 但智利反应水平仅相当于1岁多的孩子,合围平告诉红星新闻,指女儿的病需要药物维持治疗,而且要定期付查谢先生 称为了方便女儿复查,合围特地选择跑新化到长沙的线路 2017年6月女儿患病后代,某花的朋友圈截图 2018年8月29日合围发了一条朋友圈 今日佛光普照,愿无尔永不太子门地点,是湖南省儿童医院迷一样的债务 用光娘价30万仍不断借钱,为躲债才制造假象 我离开了,请我的亲戚不要到晚平来找麻烦 戴某花在绝笔信中写道 然而他却未能如愿,以体运回合家后 戴某花娘家人,在合家守了5天 要求就绝笔信中,二哥说其有精神问题 公共逼其签协议,为合信用卡欠了几万 等问题进行解释 戴某花娘家人在合家特别是12日看到合围出现 在高中群并发了数段语音信息的截图后 戴某花的娘家人更是激愤 他们认为,戴某花是被合家一步一步逼死的 和某现身高中同学微信群戴某花娘家人告诉红星新闻 戴某花曾多次伸手,问娘家人借钱多则一万 绍则一两千而在2017年间戴某花将娘家的征收拆迁补偿 和卖地收入近30万元 这些钱全部交给了何为,何君和谢先生 证实了此事令娘家人不解释 尽管有这么多钱戴某花还是没完没了的借钱 唐妹戴朝燕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 显示今年5月到8月戴某花多次找其借钱还信用卡 每次一两千九月十八日戴某花的微信支付 因一个月收支,超过5万元还需要上传身份证获得权限 而在何为师,综厚戴某花甚至将在唐嫂处 购得的一套140平方米的房产座架 5万卖掉因为要还借别人的钱 还有打捞费用 唐嫂说,10月15日媒体又爆出何为 曾向50家平台申请贷款 其支付保障户还应恶意套现 而被冻结这么多钱究竟花到哪了 红纤新闻曾多次向何家人求证何君 趁事发后,他才得知弟弟在外面欠了十多万的债 搞不清用到哪里去了 此外针对媒体报道,何为有炒股经历何君表示 那时是在2008年的时候,他玩了一年就没玩了 谢先生趁何为曾告诉他自己背负了很多网贷 信用卡,妻子给他的三十万钱还债了 为了躲这个债我才制造这个假象 我真没想到老婆这么傻会为了我这个假象去死 视频中何为忏悔到10月12日拍完视频后 何为被警方带走10月12日警方通报趁经查 何某未逃避十余万的网络贷款 于9月7日瞒着其妻子 带某花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一份 赔偿金额100万的人生意外险 9月19日凌晨,何某利用借来的车辆 在新化县曹家镇 成平村资江河段伪造坠和现场制造车毁人亡假象 企图骗取保险金 目前何某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保险诈骗罪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